哈喽 这里依旧还是爱生活爱滑雪爱漂亮的大盘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 手套 我其实单双版我都会滑 但是双版滑的不是特别好 属于旅游式的那种 所以我还是站在一个单版的滑雪者的脚步上 讲一下手套的问题吧 大部分滑单版的小伙伴们 应该大家都戴的 基本上是这种形状的闷子 就是一整个手 把整个除了大拇指之外的 其余四指都包在一块的这种 叫做闷子的手套 因为我们单版嘛 不需要拿水杖 就对五根手指分开的需求 没有那么大 但是呢这种闷子其实也分好多种 像这种 是加羽绒加棉的 它的保暖性就很强 然后有一些呢 它就是一个薄片 我有时候呢 也会戴这种五指的那种手套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时候我要给朋友们拍摄呀 我还有别的事要干的时候呢 可能五根手指就会在 天寒地冻的情况下 能帮助你 分灵巧地去做一些事 包括五花 双版的时候也会更多选择 五根手指的 我觉得对单版选手来说 还是选闷子比较好 因为如果你要摔跤的时候 你控制不了自己身上的肌肉的 你不知道你的手 要做成哪个动作会去摔 这个闷子就很好的有效 让你的手聚在一起 我刚刚说的都是大体上 传统的一些手套 一款就是 我们榨看之下也是个闷子 没错 它外边也是防磨的防水的 我当时参加超新星比赛的时候 戴着其实就是里边这个内胆 它是一个保暖的 一个羊羔绒的内胆 然后这边还有个出磨皮的小手指 鸡帕款的手套就是这种 就三指的 其实我也不太明白 它为什么要把食指给剪放出来的 我今年给自己又配了一副 特别薄的这种手套 这是一个滑雪专用的内胆手套 因为这两个是可以有出磨皮的 完了这个手套戴完了之后呢 你再把自己塞到这个闷子里边 完了就这场的滑行 当你真的就是在大风铃铁中 想要去滑手机 滑电子产品的时候 直接把它摘下来 然后里边呢 就还牢牢的扒在你手上 然后你该滑什么滑什么 除了功能性防弹性和个性之外呢 手套上面大家去买的时候 可以关注一下 就是说很多手套上 都会有一个这么一个小吊绳 它是为了防止你 把你的手套搞丢了 它上面一般都会有一个小卡簧 然后你把它缩紧一点 它就变成一个永远丢不了的手套 有些像这种小闷子 好大家就可以去网上去淘一下 这种那个小吊环一样的橡皮筋款 然后你手套进去就要把另一端 固定在你没有吊绳的手套上面 这样的什么就不会掉了 就除了我们手套分闷子和无纸手套之外呢 其实还分一个东西叫做材质 这两个有共同的特点 就是它们都是皮质的 皮质的感觉是会显高级的 然后它的防水性不要担心啊 因为它的防水不是靠外面的皮 是里面的防水的料子 可能挡风的效果也挺好的 包装效果也挺好的 因为它是真皮嘛 但是有一点就是 所有的真皮手套 尤其是浅色的 只要过了一个选季 甚至只要过了两三个月 它就会显得特别的旧 身色还好一点 但是也显旧 所以我还挺推荐 比如说新手宝宝们 选这种布料的 你用个一年 一个血迹两个血迹 不显旧也不心疼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 第一副手套的话 你可以选这种布料 不建议是皮质 好啦 啰嗦这么多 今天手套的问题就说到这儿吧 记住啊 这个东西还是因人而异 怕热出汗 喜欢什么款的 完全完全取决于 你自己 祝大家滑雪愉快 谢谢